多久了 我们终于见面了 喜灰奇妙大营救还有两天就要完结了 不知道小伙伴对剩下的剧情了解多少 在最新的剧情中 喜羊羊等人步入狗国王的棋局 在这里喜羊羊遇到了灰太狼将军 因为当时灰太狼体内的黑暗能量不多 喜羊羊只将头盔摘掉就让灰太狼恢复了满质 但是在狗国王控制的棋局中 需要推掉对方防御塔才能出去 眼看自己家的塔要被推掉 但是在最后危机关头 喜羊羊的士兵冲向了敌方防御塔 遇到了王宫的某个区域 环顾四周却没能发现灰太狼的身影 喜羊羊意识到灰太狼被狗国王带走 并集结伙伴寻找灰太狼 而此时的灰太狼正在被国王强行灌输黑暗能量 然而过多的黑暗能量让国王也难以控制 得到黑暗能量的灰太狼丧失理智 并且用好月公主炼化的猫石将狗国王的黑暗能量吸了口 当小羊们再次找到灰太狼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无论是面对红太狼还是小灰灰都用权力和地位要挟他 喜羊羊 你们也可以一起来 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许对灰太狼来说 他的承诺达到了 我给你们最大最好的城堡 但是对他的家人来说 却失去了曾经的灰太狼 此时的小羊想要尝试唤醒灰太狼 却遭到了灰太狼的无情攻击 即使使用好月公主的力量也无济于事 那一招 我之前对被给国王的时候就去用光了 没用的 小羊们只能暂时撤退另行踏法 而此时消灭黑暗能量的唯一办法 只有再次启动封印 小羊们和旺财将军等人兵分两路 分别前去封印所在地 之后小羊们又将遭遇什么麻烦 灰太狼又该如何被唤醒 让我们拭目以待